大家好,我是Shena 方先生想吃梅菜扣肉 今天就来做吧 梅菜干,洗干净后浸30分钟 大皮五花肉 放冬水 再放些姜和葱 少许酒 香盐,花椒八角和一条干辣椒 水滚后再继续煮30分钟 煮完后再检查一下表面有没有炆净的毛 然后用牙签骨 越多越好 这样炸出来的猪皮便会蓬松 还有粒粒不平的花纹 再淋一点生抽和老抽上色 放在一个架中 等它封干15-20分钟 封干了的猪皮 炸起来会比较均匀 油不用太多 皮向下 油立刻盖上盖 收小火 炸大约3分钟 检查一下,像金黄色 就可以拿出来了 趁它放冻的时候 我们来调一个酱汁 刚才腌过的生抽和老抽 不要浪费了 再加一点蠔油 酒 生抽 糖 再加一点水 放水 放水的目的 是想有足够的酱汁之余 也不会太咸 再来切梅菜 切点红葱头 和姜 刚才炸过猪肉的煲 留一点油在锅中炒梅菜 先炒香的姜和红葱头 再放梅菜 放两瓶酱汁 炒两下 就可以拿出来备用了 再来切五花肉 多薄多厚 个人喜欢 切得越薄,口感就越软 如果喜欢吃一点咬咬的 就不要切太薄 就不要切太薄了 再来切太薄 倒入剩下的酱汁 再放些梅菜在上面 轻轻压平 一片香叶 用压力煲来蒸 省点时间 又不用看货 压60分钟 喜欢吃软一点的 就再压30分钟 要一点点 用深一点的碟盖 再小心地倒扣过来 可以翻開了 梅菜扣肉可以提早一天做 蒸好之後放入冰箱 第二天蒸熱再倒扣過來 更入味入口即溶 多謝收看 喜歡的就給個Like我吧 記得留言分享和訂閱我頻道 按下教來的鈴鈴提醒你有新的影片 下次見 拜拜 記得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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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